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短短两秒钟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片山林类于陕西沪县的指方村 是秦岭的一部分 刘继民的家就安静地隐藏在这片密林中与世合绝 8月30号上午 一位不送知客的到来突然打破了这个里面 开里面以后看到一个人在写图人形爬在地上 我的天呀 哪来这么一个血肉模糊的人 静静一看 谁呀 竟然是64个老邻居张志强 张志强这是出什么意外了 性命保住了吗 张志强被送到了西京医院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伤口已经缝合 当初刚来医院的时候 那真是惨不忍睹啊 伤口的皮肉与头骨几乎完全分离 就全是撕开的 这眼睛 这眼睫也都是撕开的 眼睛都碎了 一点点把它位置对好 这样对着就不用美容线啊 非常精细的美容红合 最惨的是张志强的右眼已经被摘除 而且现在脸部严重畸形 还没有效率 到中以后这地方就会塌陷 整个下去了 那么脏嘴脏不开了 他以后连脚子都塞不进去 这是张志强的头骨三维图 右眼眶的骨头已经严重缺失 右颧骨附近的骨头已经断成许多小块 而正是这些碎骨跟他现在根本张不开嘴 我边边都想不通 我爸爸说得这么严重 没想到我父亲就上下来就成这样子 这么严重的外伤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全骨的厚度一般在讲六毫米七毫米的厚度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瞬间冲击以后产生了一个局部的一个磁伤 骨头很大碎 最多简单是这种车祸 深山野岭的徒步进山 不可能发生车祸 我们是不是跌落 跌落的话因为全身其他部位有一个很重的损伤 或者脏气的损伤 肢体骨折损伤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检查没有发现的情况 还是通想坏人 不同人是没有那么大力量 全机运动员也不可能这么大的力量 听听 全机运动员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 那么到底张志强遭遇了怎样的惊心动魄呢 上了山 咱们都是个9点多 不到10点以上 从帮我走 远到了 听着就吓人啊 剩他的竟然是熊 能死里逃生还真是庆幸 那么他是在什么地方与熊不期而遇的呢 我往到最高的外山后面出的儿子 原来三年前张志强与救他的刘继民大爷是老邻居 那里以前是一个有30多户人店的小村庄 但是因为交通不便 张志强和其他村民都陆续迁到了山下 现在只有刘继民老两口独自住在山上 而张志强出事的地方就距离以前的老屋只有一公里 可是都已经迁下来三年了 那天他又为什么上山呢 以前还在山上住的时候 这路也走过 张志强一心就想裁点值钱的草药 于是慢慢的就越走越远 眼看着走出老屋有一公里了 这个时候他觉得凉风嗖嗖的 林子里头也阴纷纷 好像有双眼睛正死死的盯着自己 张志强停下来看了看 可除了高高的灌木什么也没有啊 看来这几年没什么人进山 这山里头啊 缺了人气就让人心里发毛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只大黑熊就在他前方一百米的地上 越往前走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就越强烈 似乎还听了到喘气的声 张志强还想呢 看来自己好久没进山了 这打子怎么还是边响呢 突然他就听到了一声巨大的 一头将近一米七的大黑熊 就这样出现在了张志强左前方 不到一百米的地上 大黑熊尖尖的哑 好像才隐隐流着口水 就像这个张志强说 嘿嘿 猎物上门了 猝不及防的张志强 吓得是连魂都没有 此时他呀真恨不得 有个后悔要吃 上山挖什么草药啊 为了挣那点钱 这回命就要搭在这里了 说是时那时快 还没等张志强还活呢 大黑熊突然咆哮着就冲了 那么熊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吗 那个很大 一般体重可以达到三百斤 他这么一掌下去 能打倒一棵树吗 这么处的是应该差不多 拳击运动员也不可能 这么大的力量 重量级拳击运动员的体重 大约有二百多斤 打上一拳 最大的冲击力在四百公斤左右 这力量已经相当大 可是成年的黑熊 比拳击手还要重一百斤 熊掌这一巴掌下 厚重的肉掌 尖锐的爪子 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 又何止是四百公斤的力量 冷不丁狠狠地挨了这么一下 张志强当时就什么都不知道 不见了 熊呢 明明是这么嘴边的食物 黑熊怎么就不要了呢 那个时间 它是九点左右 就是说它是熊在休息的时间 熊晚上肯定已经吃过了 所以说熊不是很饿 如果它是特别饿的话 肯定也会吃几口 那肯定 因为它是直食性为主的 大食性动物 但是它还是有动物性食物的 这个就是已经都是打晕了 就是它人已经一动不动了 已经对它没威胁 所以说它就走了 装死也不是唯一种好办法 感情不幸中的万幸 是这头黑熊啊 人家不饿 而且呢 熊被骗了 还以为它死了呢 于是 这才没发起新一轮的猛烈攻击 转身引入山林之后 其实也是挺遗憾的 张志强发现黑熊的时候 几乎已经是面对面了 距离太近 如果是在500米开外 轻许它还能全身而退呢 我见过四五次 我一般离它都在五六百米远 最近的话有几百米吧 我们一般都跑了 一跑它就跑了 见了熊以后 我们三十一跑为主 我们先要离开它 而且跑的时候 千万别大喊大叫 熊最听不得别人跟它小心了 像张志强这样 发现黑熊就恨不得已经去面对面了 这要是跑 怎么也跑不过黑熊呢 熊的速度最快四五 能达到每小时四十公里 熊跑的速度这么快 所以张志强也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黑熊 因为晕过去 只打黑熊还以为啊 张志强已经死了呢 于是没有再对他见解攻击 张志强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大家都感觉 现在人也都感觉害怕 被黑熊攻击后 能幸免于难的 除了张志强 最近还有 8月 陕西省八县太平村的丁德乡 上山放羊 遭遇黑熊袭击 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 9月 四川康定县青杠乡三村的万玉军 上山采草药匙 被黑熊袭击受伤严重 那么 伤害张志强的那头黑熊 还会在附近出没吗 现在 山上只有刘继民两口的住在哪里 他们可别再有什么危险 于是 记者和当地森林公安 以及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专家 一起上山寻找熊的踪迹 十公里的山路 我们走了三个小时 我身后这片山林啊 就是张志强大爷 遭受熊袭击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要准备 就进去看看到底有没有熊的踪迹 由于下过一场大雨 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张志强遭袭的确切地点 那么 那头黑熊现在还在山林里吗 诶 这好像是熊饭 在哪呢 我在我丢 这是 哪儿 哦 这个 是吗 是吗 怎么看着你 没有完全消化的玉米 还有树野鲜美 都说明 这个新鲜的粪便 很有可能 就是不久前 熊排一下 当然 五百米左右 都有问题 那这块 会不会有熊呢 大家小心一点 大家注意一下啊 好的 黑熊每天的活动范围是五百平方米 一旦有人闯进他的底盘 就会非常危险 说不定这个时候 黑熊正躲在哪儿 计较大玩 偷窥过呢 怎么了 哎呀 我的心也只提到嗓子眼了啊 这要真是熊来了 这些人可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的记者是不是应该马上转身就跑呢 那熊是不是就不会追他们了呢 说到这儿啊 我想起来今年七月份听说的一件事 据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也发生了熊袭击人的事件 至此一人两人受伤 据其中一位女性存者说啊 熊在咬他的时候呢 哎他突然想到了装死 于是忍着剧烈的疼痛放松了全身肌肉 没想到还真管用 这熊啊就马上放开它走了 哎看来这装死可能还真的有用 那么前边那片山林里头真的有熊吗 一分钟广告以后 我们接着往下看 记者一行人刚刚发现了新鲜的熊粪 前面的树林里突然又传来动物扫动的声音 大家都被吓得是全身一级灵 哎呦这村里也够胆大的 不能因为自己没见过熊就带着这种侥幸心理啊 为了他的生命安全 森林公安民警当即把他劝下山去 我们也都松了口气 这片山林距离刘继民家只有一公里 那他们有没有见过熊出没呢 当我们赶到了刘家的时候 那两口就来收玉米 这种熊吃的 这是熊吃的啊 估计这是什么时候来的能看得到吗 前几天黑的 就前几天来的 这树还是潮的 这又越把天气 这个都是熊吃的对吧 这个七八月份熊来是包裹 每年都来 这个地里你们家有多远 有个四十米 也就四十米 在老刘家玉米地的边上 我们又有了新发现 会不会是别的动物呢 不会 熊爪子大得很 别的动物没这么大 还有哪块是 这 还就这么一步就上去了 这熊掌的面积真不小啊 比人的手掌足足大了有一圈 难怪只被打了一掌 张志强就伤得那么严重 您总共见过熊多少次 见过二十次 那以前您见熊的时候 熊不袭击你吗 没有 你不是让它 它是怕人 水方便的就沿水 水不方便的我就走了 只要你把给它偷一泡 可是为什么黑熊年年来都没有伤人 偏偏这次却突然攻击了张志强呢 带子的母熊 它的护子行为特别强 所以说都在母熊伤人 看来伤他的黑熊 极有可能是带子的母熊 好好的走自己的路 张志强究竟怎么就惹怒了黑熊呢 熊是一般晚上觅食 白天休息 它休息的过程中 你不断的接紧不断的进去 你没有感觉 其实它也就感觉到你 熊觉得对它造成不安全了 它就攻击 原来是张志强误闯入了黑熊的地盘 让黑熊以为受到了入侵 主动向入侵者发起了攻击 一时的冲动 也让张志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对它里头的生存 这个生存质量上影响是非常大的 手术是可以做的 这样的费用至少在五万到八万里 我八千的时间花了四万多了 都是我就是我在外面借的 借的千千头有连续的 我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右眼球被摘除 只有再进行一次手术 张志强才能张开嘴好好吃东西 还差八万元的手术费呢 还能到哪去筹钱呢 据我们了解 陕西西藏云南吉林北京等 五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 已经颁布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 农民被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伤害后 可以向当地有关部门 申请赔偿 发生了十天内 必须向野生动物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 在认定后 他这个医药费 是财政上可以全部报销的 然后根据他伤残的程度 会有不同的补偿比例 到来年的一月份二月份 就可以补偿就可以下来 为了能尽快做手术 西军医院也给张志强伸出了援手 我给你把钱筹到了 看下看 人家公司里面要给你免费 医院里面给你捐了点钱 剩下的给你免费 其实熊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都是我们人闯进了他的地盘 让他觉得受到了威胁才会伤人 以前山上还住人的时候 虽然熊也会下来吃玉米 但是不会在那附近呢 休息逗留 因为他也怕人呢 但后来大家都牵下了山 这人一少 熊也就大摇大摆的 在距离刘大爷家的玉米地 只有一公里的地方待着了 没准啊 还把这也画到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了呢 没想到这一天 张大爷就这么闯进了他的领地 于是就被打伤了 川家说了啊 熊呢一般只生活在密林中 半山腰和山顶这个区域 所以只要我们人类 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 不经意去打扰它们 也就不用担心它们袭击我们了 好了 今天熊的故事讲完了 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 别忘了 是10月8号的18点05分 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什么样的故事与您见面呢 美丽孤岛 是什么打破道民宁静生活 做到中午上面 这玻璃全部都是一样 贵快菜地 神秘来客究竟是何方神圣 肯定是动物咬的这个 有这个牙齿印在中午 现场侦察 半夜蹲守 能不找到来客踪影 敬请收看孤岛魅影